比小說更精彩 這個David和Erik Broydid 是怎樣去香港和中共官員會面 這個時候可能是孫力軍見面 見面的意思就是要去討論 將文貴先生遣返的問題 見面之後其實就是幾件事 第一,安排一個人叫Pershon Deep 和孫力軍他們建立聯繫 除了中共的人還有Joe Low 給Erik Broydid的備忘錄 這個備忘錄實際上就是要Erik Broydid做中間人 大話去游說總統 這個備忘錄的核心 名頭是加強美國和中國的司法合作 但實際上就是遣返文貴先生 Broidid並沒有說清楚去中國的原因 他沒有說跟中共國的官員見面 他沒有說自己代表中共 也沒有說收到中共的錢的問題 就是說中國的部長 通過美國的 富商和共和黨內 非常有影響的人 Erik Broydid 他將他們的意思遞交給美國總統 Erik Broydid是通過另一個人 Pershon A和他老婆 這兩個人在川普身邊對川普有極大影響 同時就幫中共的部長 可能就是孫力軍 安排到美國的旅行 因為備忘錄裡面 最後加了一段 說郭文貴先生犯罪 為什麼呢 說有洪通 還附上這個洪通 還有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還有幾項罪名 但前面那部分就是說 他們如何在香港建立這個聯繫 並且明確說是國家行為 中共的國家行為 要遣返郭文貴先生